開開閒大運 雞姐, 我們今天閒大運 走到觀塘區 但我發現很多地方 都寫錯了觀塘的觀字 對, 用官兵的觀字 是不是舊名? 這樣的 這裡以前全部是曬鹽的 一個個是鹽塘 那些鹽塘是屬於官府 所以叫做觀塘 後來不曬鹽 不, 在1953年 正式改為觀塘, 就是觀衆的觀 原來是這樣 我們真的要多惡譜香港史才行 其實這裡的轉變很大 是不是關於轉運時呢? 這個不是我答案 應該找找誠聖師傅 對, 誠聖師傅呢? 好像在那邊 我聞到很純粹, 我先放開 我的藝術中心就是在觀塘 我們先去排舞 好, 練成台慶表演也好 我們去嘗嘗, 再見 師傅 師傅… 終於找到了 你來這裡做什麼? 在聽海哭的聲音嗎? 師傅… 明明剛才在說觀塘 為什麼走來紅磡這裡? 你看我一身的打扮, 拿著羅盆 難道是唱歌嗎? 難道是拍照, 說風景嗎? 所謂當局者迷 我們遙遠地看上去看的地方 整個龍脈和大勢都很清楚 看看龍脈的走勢 由飛鵝山下來 其實我們看到佐敦谷這個位置 會再見到機場圓身的跑道 雖有一部分是填海形成 但是當中本身都是鹽田 有一些小島 形勢就像將軍坐在那裡 將一把劍放在桌上一樣 有將軍持劍勢的形態 當然這把劍就變成了郵輪碼頭 形勢就有一條青龍, 也像一條蛇 不過開口的地方就有一顆豬 好像龍套豬一樣 假以時日, 接下來龍年 應該就入營入隔了 真是可以敷營學長 希望這顆龍豬可以走出國際多一點 那顆豬在哪裡? 在郵輪碼頭前面 你看看那邊, 我們繼續聊 你好像有東西問 不要問這些無謂的事 我想問, 填海地和自然地 在風水學角度來說 有沒有什麼分別? 填海的地方 通常我們覺得地氣、地雲 未能夠相接 要一段時間才能夠補救 就好像剛剛做運動 通常都很累 不過日積月雷鍛鍊之後 身體就會強壯起來 建築物落成, 人開始安定之後 其實地運就連接 就開始興旺了 但是九雲來到之後 九龍東那邊的運程又如何? 九龍東其實是一塊挺好的地方 因為本身來說 宋堤都選擇這塊地方為重心點 所以風水是真的不同的 有挺好的 加上有飛鵝山這個文筆風 但是到了九雲, 其實就要看情況了 因為始終這個鯉魚門是一個出水口 水向東南流 水為財 所以這裡的人通常都很大方 很積極投資 或者用錢不計較 樂於行善的 不過有時候也要顧及銀包 所以其實向著東南的水景 反而放回泰山石 或者將一些向局 移回一些有靠有岸的地方 令到不要水勢一望無際 反而去水就減低 這樣就更加好了 但是龍年就不同了 龍年就剛剛一百星 這個九雲的財星 就剛剛到了東邊 所以這一區應該財運挺好的 只要兩日為出就行了 我覺得Edmond, 你好像叫李元門 你小心河巴 關你什麼事 不如我們一起去觀塘區 試探文情中吧 好 不過看你的樣子 好像比較像鯉魚蔥 是嗎?去吧… 像天水魚 師傅, 觀塘這裡 其實很多街名都很厲害 有熊塘到, 成葉街, 偉葉街 是不是那個街名更厲害呢? 也可以做事 熊塘偉葉一點 街名和人名其實都可以預測運程 一個人如果要改名 當然不要跟祖先、長輩和陰同志 避免冒犯相沖 但是神仙名, 天地、日、月的名字 承擔不起就千萬不要改了 就算街名和人名也如事 如果你說看很厲害那些人名 我跟著他改, 是否一定要怎樣? 不是的 原來先用者、強後用者就會弱 名字真的要響亮、清晰 不要淋淋沉沉 不會被人改到花名就最好了 就像你的名字一樣, 是嗎? 不是的 我的名字經常被人叫錯 不過我叫習慣了, 挺舒服 我是責任的責, 不是責任的責 明白了 那他的名字呢?陳義德 陳義德 你可以看回, 以榴槤來說 木是代表東邊 今年偏財升道 所以其實姓陳多是木 姓林是木 木字邊的姓氏 或者名字裡面有木字, 挺好的 比如觀塘很多, 葦葉 春葉 全部都是葉子 葉子代表木 所以是挺好的 不過你又想, 木之中原來草花頭 榴槤就代表病, 以黑道 所以凡親名字有草花頭 今年要注意疾病和健康 如果是正財 其實通常會看回三點水 所以留意, 其實有哪些有三點水的人 今年跟他合夥投資 或者自身有三點水 公司名有三點水 所以開源道和紅塘道都有三點水 所以這區觀塘的這幾條道路 今年應該要賺錢 是 這裡為何這麼大旺氣 好, 茉莉姐姐在這裡 成城師傅 這裡是漁民坊 我們準備是漁民同樂 好嗎? 這裡, 馬路 五馬歸曹 風水最好在這裡 所以派福氣最好 好, 茉莉姐姐, 你真是識貨 那我們又派福氣給大家了 好啊 好啊 你好 祝福, 祝福, 祝福 風太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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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說, 好嗎 好 祝願 2024 風山水起, 觀塘區, 有溫潘 太好了 農曆新年期間當然要來到廟宇祈福 沒錯, 所以新年這麼多廟 也會特別香火鼎盛 今集我們會特別新春祈福 懶人包由麥寧寧師傅來 太好了 看你們兩個這麼年輕 就讀翻書 都是不懂這些中國傳統的好運文化的 其實車公年有幾個旦的 透單就是初二 但是初二可能香港人習慣了 要回家拜年 很多時候就是初三 赤口 大家不去拜年的成人 就來拜車公 玲玲師傅,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入那個叫人入廟拜神 所以正常就會敲連鼓 告訴大家 開始祈福了, 這是一個禮貌 跟她說個你好 通知完車公大元稅之後 平時自己帶一些製品 有很多人會帶三身 雞、燒肉、油 蘋果平平安安 禁, 希望賺到錢 招也可以, 招材嘛 對 我想問拜完神之後 我可否拿回家和車公分金和味 正常來說, 祈福的物品是可以拿回家 但如果你想留給車公大元稅 當作一份誠意的話 我覺得可以拿一點點 尖尖菩薩的旺氣 除了水和三身之外 我們還需要什麼要預備 當年少得的就是香燭和衣補 就可以開始進行祈福的儀式 那心成則嶺 現在大家可以在大店面前 你自己許願誠心祈求 新一年順順利利, 來吧 好… 來吧 我也很想說 莊園香當然要求一支好籤 這次一定是上上籤 我還要看看恩怨 但其實玲玲姐 一支籤可以保持多久 通常籤是對半年的預示 所以你不用求完之後 每個月過來 如果求一支下籤怎麼辦 不用怕, 正常程序就是作一作覆 告訴車公大元稅 你不知道, 重新再求一個 如果有一點進步 即是菩薩, 答應了你 也會好一點 那不要等, 我們去吧 等等… 其實來到車公廟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當然要先鑽風車 那我們要怎樣鑽 那就要視乎你去年運程狀況 如果你說去年真的一般 想重新一個好的氣運 你可以在逆時針方向鑽 轉三個圈 但我又覺得去年好像挺好 是不是不應該轉呢 那又不會, 好的話 就順時針方向, 轉得更加純 好, 轉完 是不是兩個下次就可以拿樣子了 是 你真不怕 新文女王 又不到你了 匪文女王 是呀… 哪個… 我很怕醜 是呀… 臨走之前想再旺一點 可以請一個風車回家 龍蓮放在東北位 正北位或西南位 都能夠旺財多些好事發生 那是誰的 亭花開, 開燦爛情緣 停 德德姐, 你好像情投初開一樣 有新對象嗎? 對, 害羞 不過小心一點 因為今年熔年 好像熟龍、熟狗、熟牛、熟兔 犯太歲又會不會影響你? 這麼糟糕? 又錯不完, 的確是 太歲當頭錯, 無起必有 犯太歲的年份 是有些要做保保平安的 例如攝太歲 攝太歲?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攝太歲呢? 傳統上, 清朝時一般是初八 濟順聲就是初八攝的一次 但每年都會算一算日子 在農年來說 最重要是初六、初九、初八和十五 都可以考慮攝太歲 收到… 玲玲姐, 我們已經預備好衣補了 沒錯, 每個犯太歲的朋友 都需要一份太歲衣 這樣太歲才知道要保護哪一個 通常部分香腸會在這裡點 然後開始擺 進來之後 最重要是有幾個程序 我們如果有貢品 譬如糖果、花生、水果 放好它 最重要是先拜斗魯元君 斗魯元君是六十個太歲像的統領 我們先上香給斗魯元君 然後就可以開始攝太歲的程序 對, 但玲玲姐, 我又不明白了 為什麼要用舌這個字呢 不問得好 因為並不是每一家廟都有很大的太歲像 很多一棒牆齊了六十個太歲像 很多時候我們這裡… 剛才我們說是填表格 是 有很多是沒有表格的 我們就在受金上填自己的名字 然後生日, 將它放在太歲像的底下 他們好像有一個信箱 或者是太歲像直接放在太歲像的底下 放在太歲像的底下 所謂放高財運, 財高運高地放 來拜太歲的朋友 首先拜了當年太歲 然後下一步 你們到底想幫誰放太歲 先看看 即是屬九, 你的對象 你的對象是不是九四 九四, 不是, 七零 七零 七零那麼老? 其實是六幾 這裡表現得很清楚 即使屬九, 我們也會有 五百年、七零年、八二年、九四年 不同的年份, 它有不同的號碼 你找回那個年份的守護神就可以了 然後其實所有太歲 我們都需要放一片的, 這是禮貌 先放個招呼 沒錯 有禮貌 真是完成了 如果完成了之後 我聽說是否要還太歲? 沒錯, 還太歲比其他還神早點 一般來說, 是每年冬至前 就要還太歲了 要還太歲了 祝願大家是龍年龍馬精神 新手矯若游龍 做事百面玲瓏 湘湖生意興隆 個個行運一條龍 人人飛龍騰達 祝願香港 2024 風山水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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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心 請我 這個要問是非常可樂的 ees…